這次是我們第六次定期大會的記者會 那我們很感謝各位記者在這反彈之中 還能夠來為我們做詳實的報導 讓民眾能夠了解到 我們這次第六次定期大會的所有的流程 以及憲憲政府的提案的內容 那我們所有的議員 目前是32位議員 同樣來自各個我們花蓮縣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角落 也背後都代表了一些的民意 也希望大家能夠幫他們多多報導 為民喉舌 讓我們花蓮的鄉親可以知道 我們的憲政 他們的施政的內容 還有我們的議會相關的議員們 質詢的 還有他們想了解的 想幫忙民眾要解決的問題 從下禮拜一開始 也就是11月1號 我們就跟我們的第六次定期大會 那一直有30天到11月30號 這種整整有一個月的時間 要來響此的審議 憲政的提案 那11月1號 下禮拜一當天 我們也是我們 一年一度 我們有六個小組 議員 必須要重新 一年一度的要重新 再選擇他的保安 建設 財政 或是農業 教育 等等六個小組 議員 早上8點開始就會做登記 那登記完 如果一個小組超過6個人 我們也會做抽籤的動作 這第一點報導 就是早上報導跟讀會 下午就是 縣長 徐縣長的施政總報告 從2點開始 再來就是連續 六天 各局處 上校 各局處的工作報告 再來就隨續12個半天 縣政府 我們議員對縣政府的縣政總質詢 縣政總質詢 也就是12個半天 縣政總質詢 那再來就二三讀會 那如果說 那個 我們審議議程 如果 很急迫 因為要審議算 所以 還可以 延續 就是延長會期五天 這個人到12月6號 為止 那再來 現在這次的縣政府 總共提案了10個提案 包括有處分一些 土地的問題 財政的土地問題 重頭戲就是 要審 明年111年度 花年縣政府的總預算 及負責大會的預算